盲人的世界有多黑暗 女人刚走进房间 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妙 一个男人正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她想呼救却被捂住了嘴巴 一个弱女子 怎会是两个大汉的对手 他们合力将她制服 还用丝巾堵住她的嘴 女人绝望地挣扎着 却还是没能逃过毒手 等盲人丈夫回来后 照常呼唤着妻子 可却得不到半点回应 妻子小心地缩回双脚 在床上拼命挣扎 她的双手都被绑住 身上只有一张单薄的床单 而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丈夫来到床边 终于察觉到了异样 妻子已经遭人玷污 男人赶紧帮她解开 这一刻 妻子心中的屈辱 化作一身绝望的悲鸣 悲痛万分的男人选择报警 可凶手全程都没有说话 现在唯一的证据 就是妻子身上残存的体液 正当警长准备调查时 却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之后夫妻俩前往医院取证 却在途中被一辆汽车拦住 谎称给他们安排了专车 然后就被骗到了一处仓库 关了他们一天一夜之后 又把他们丢进了大海里 这对苦命的盲人夫妻 只能无助的在海浪中摸索 而所有的罪证 也在海水的冲刷下 消失得一干二净 等他们赶到医院 已经过了取证的最佳时间 无论他们如何开口解释 警察都不相信 还拿出取证报告 出言讥讽 反而污蔑他们诈骗 这让男人怒火中烧 原来其中一名凶手的哥哥 是当地有钱有势的政客 最终无助的夫妻俩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可原本幸福的生活 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他们的忍让 却换来了更大的恶 凶手趁着丈夫出门工作 又一次侵犯了盲人妻子 男人从身后捂住女人的嘴 想要对他实施侵犯 还一脸嚣张地威胁他 最终女人不堪受辱 选择抛下盲人丈夫 去一个没有恶魔的地方 因为他明白 只要他还活着 恶梦就永远不会结束 等到丈夫回到家里 还在跟妻子打招呼 直到冰冷的脚掌触碰到他 他这才反应过来 妻子已经死去多时了 挚爱地离去 让他痛苦崩溃 他抱着妻子的身体 想救下他却无能为力 等将心爱的妻子下葬后 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凶手的哥哥 也是当地有权有势的政客 他前来祭拜 却回头跟男人说 之后还威胁他不许声张 因为警方已经被他收买 继续下去只会自找麻烦 然而当正义得不到声张 便会滋生出更多的邪恶 男人翻出妻子留下的遗书 这才得知妻子又遭遇了侵犯 他抱着妻子的骨灰 复仇的信念在心中扎根 明知去警局没有用 还是找到警长放出狠话 决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们只需要给他们验尸 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 就这样 他的复仇计划开始了 既然你们的世界 比我眼中的海耀黑暗 那我便自己化身光明 男人有两项绝技 一是敏锐的听力 二是模仿别人的声音 他找机会录下他们的声音 反复的听直到熟练 然后他先冒充政客弟弟 约恶人的妹妹见面 之后又用相同的方法 约见政客的弟弟 再用政客的口吻 打电话给恶人的爸爸 说你女儿正在勾引我弟弟 言语中满是侮辱不屑 气得他祖坟都冒烟了 等到恶人老爸赶到时 刚好撞见两人在一起 今天说什么都要把他腰子嘎了 我白刀子进去 绿刀子出来 扎你苦胆 我白刀子进去 黄刀子出来 扎你屎包 我白刀子进去 五颜六色刀子出来 五脏六腑都给你扎透了 可耐不住对方年轻力壮 反手就把他反杀了 还从楼梯上丢了下去 而这只是男人复仇的第一步 让同伙之间彻底决裂 好为之后的计划洗脱罪名 接着他来到超市 埋下许多物资 用正客弟弟的口吻 打电话给另一个恶人 约他到废弃的酒吧见面 等他赶到时才发现不妙 不给恶人反应的时间 男人抢先关掉灯光 在黑暗中 他有着绝对的优势 总能找到恶人的方位 然后用铁球精准命中 原来他在地上提前洒满了薯片 很快恶人趁机打开灯光 男人没了优势 只能被动挨打 酒瓶毫不客气的向他砸来 他只能选择硬扛 用胳膊护住头部 艰难的来到恶人面前 猛的扑过去掐住脖子 狠狠的按在吧台上 正义的铁拳一秒也不愿再等 不停的在恶人脸上招呼 最后将他拖到二楼边缘 用绳子绑住推了下去 就这样在大厅中央活活吊死 男人的眼神变得坚定 正客的弟弟成了最大嫌疑人 毕竟有谁会相信 瞎子能精准无误的杀人 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他是我见过最狠的盲人 为了给妻子复仇 将凶手吊在大厅示众 警方明明知道是他干的 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而在他的脑海中 还有着一整盘的复仇计划 当初侮辱过他妻子的人 一个都逃不了 他模仿警长的声音 打电话给正客的弟弟 把他骗到一个废弃的油库 这里就是当初关押他们的地方 男人事先进去熟悉环境 埋伏在门后准备偷袭 等正客滴滴进来 男人一棍挥下 却没想到他竟然戴着头盔 两人只能近身肉搏 可男人明显不是对手 只能对着空气挥棍 凭借运气才能勉强打中 很快他就被打得伤痕累累 恶人也没了兴趣 悄悄的脱下鞋 打算给他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 恶人的脚臭暴露了位置 男人将他绑了起来 可却不打算亲自动手 他打通正客的电话 让恶人跟哥哥求救 之后点燃蜡烛放在门口 又将仓库里的油桶戳破 最后还把恶人的嘴封上 让他看着汽油铺满房屋 品味临死前的绝望 等正客感到本想救出弟弟 可就成为害死他的凶手 所有的犯罪痕迹 都在这身爆炸中烟消云散 即使知道这是男人的复仇 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警长只好派人叮嘱他 然后又去调查通话记录 总算查到 他们都曾接过同一个电话 因此找到了那个电话亭 只要电话亭老板能证明 男人经常来打电话 时间吻合就能给他定罪 电话亭要明早才会开门 而男人的复仇计划并没有停止 他趁着消毒的烟雾 骑着小孩的自行车 躲过了看守的视线 然后打电话给正客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报仇心切的正客带着保镖 来到一处烂尾楼 看到男人的出现 保镖立马追了上去 他仔细听着声音 扭头朝身后跑去 计算着步子保持一个身位 将保镖引游到了陷阱里 最轻是个全身粉碎性骨折 接下来轮到正客 男人躲进黑暗中 听见铁罐发出声音 立马触发了陷阱 正客被砸得晕头转向 男人随即和他扭打在一起 摸索着柱子上刻下的数字 慢慢将正客拖到高楼的边缘 眼看时机成熟 三拳下去移形换位 刚说完他拿起安全绳挂在自己的腰上 然后和正客一起摔了下去 安全绳救了他一命 而外界会以为正客因为杀死弟弟而愧疚跳楼 警长本以为找到了唯一的破绽 可等他来到电话停时 却发现这位老板也是一位盲人 他根本不知道谁来打过电话 男人用同样的方法 让警长有口难言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何其讽刺何其可悲 当正义得不到伸张 就会延伸出更多的恶 或许恶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众生皆忙 那些选择视若无睹的人